今天要分享一个我特别拿手的菜 也是我无意间发现我烤的羊排特别的好吃 我真的是觉得我烤的羊排比外面烧烤店里 我外面吃的那种羊排要好吃很多 然后这个羊排是我已经泡过血水的 现在拿火来焯一下 再来姜 再来料酒 去腥 这边是准备好的这个佐料 葱 姜 蒜 圆葱 所以已经把这个血水都焯掉 煮得差不多就行了 不用煮太久 好 现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它腌制一会儿 把这些佐料这样酸酸的放进去 加一点生抽 这样腌一会儿会比较入味 蚝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草原红太阳的烧烤料 就有了它那个烧烤的味道一下子就有了 就先撒一点 让我现在的那个很香 还是要腌制一下 然后进去以后再烤一下 先把烤箱预热一下 把羊排放进去就可以开烤了 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下 这个摩菲的小烤箱特别好用 特别的方便 很适合家用 人少就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嘛 可能会调一个不到200度 先烤15分钟吧 那一会儿再翻药 哇哦 听一声音 太有冷了 太好吃 哇塞 太过去化瘫了 我认为ками